就在这时 肖天明等人也回到队里 又乘送两件可疑物品 其一 是在肖制车内 驾驶座坐坐套内侧 找到一副医用橡皮手套 手套内臂提取到肖制大量指纹 外面指端 有一个轻微的黄褐色烧套痕迹 其二 也就是坐套内 找到了一个维生素B包瓶装 里面残留少量透明液体 经检验 为女性阴道润滑剂 与庐陵阴道内 提取到的润滑液成分 具有同一性 肖制不是医务工作者 平时也不可能接触到 这一些相关物品 但是为什么会在车内找到 留有他指纹的医用塑胶手套呢 这副手套 在案件中 是否起到隐藏指纹的作用 还有 那瓶阴道润滑剂 是不是可以确定 就是涂抹在 庐陵阴道内的那些呢 看着眼前的这些物证 结合我们先期分析出来的 一系列推论和疑点 司马局长想了很久 然后慢慢给出了 如下推理 根据刑警学院的专家 和老刘的验尸结论 暂时排除 庐陵的死亡方式 和死亡事件 这两个疑点 假设 庐陵是在死后 被运到车库的 凶手 必然就是肖智 肖智应该 是在庐陵生前 弄到了其所抽的 半截香烟 在二人即将进到小区时 为了避免遗留指纹 肖智带上塑胶手套 将香烟套上过滤烟嘴 由自己点燃抽吸 掐在庐陵的手指尖 并用创可贴 进行包裹固定 然后将其手臂 搭在车窗外延上 为知道谭烟灰的假动作 以蒙蔽监控设备 肖智将黑色绒绳 拴在庐陵手腕部 穿过车窗上方把手 由自己进行控制 构成了一个三角形 当车子在小区门口停留时 肖智拉动绒绳 牵引颅林的手臂 发生震颤 由于牵引绒绳实在上榜 故而造成颅林手臂的震颤 为上下晃动 而不是习惯性的 食指抬烟灰和左右摇摆 因为牵引和车身震动等原因 颅林顽部的皮肤碎屑 也就留在了绒绳的纤维组织中 肖智将车倒入车库后 迅速将颅林手中的烟头取下 并扔出窗外 却不慎触到了仍在燃烧的烟头 故而在手套表面 留下了一个轻微的烧烫痕迹 或许是觉得已经安全 或许觉得手套有些别扭 肖智取下手套 随手塞入座套内 而后他摇上车窗 将颅林指端的创可贴接下 出于习惯性动作 粘在遮阳板上 又解开其万部绒绳 连同烟嘴 一同塞入手扣内 完成上述一系列行为 他将颅林的尸体 搬到后座上 脱掉两人衣物 取出润滑剂 涂抹在彼此的器官上 说到这里 司马局长顿了顿 冷冷地说 接下来 肖智与奴林的尸体 发生了性行为 并射出了自己的惊艳 青尸 司马局长话音刚落 肖天明立即就喊了出来 四下一片哗然 我愣了愣 随即感觉胃部 一阵剧烈翻腾 这也太恶心了吧 而且 监尸的对象 还是自己的老婆 不过 我猛然一震 马上想起当年 二军山双十案中 第三个凶手的变态手段 似乎监尸的行为 并不罕见